Excel入门与运用资资料清理3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Excel课程 它将帮助您掌握专业的资料整理技巧 使您更好的管理数据和信息 在本次课程中 我们将深入讨论高级的数据清理技术 特别是针对销售额的空值数据清理 型ID作为识别数据的重要性以及如何有效的过滤数据 在商业数据的世界中 销售数据的准确性关系到公司的成败 而这也包括如何处理空值数据 我们的课程将手把手教您如何清理这些销售额的空值 让您的数据准确且无误 此外 我们也将讲解型ID作为识别数据的重要性 在大量的数据中 型ID能帮助您迅速定位和管理信息 且不会被重复或混淆 想要有效管理您的数据吗 那么这一课程您不能错过 最后 本课程还将指导您如何使用Excel的数据筛选功能 举例来说 您将学会如何将现世名称为台北市的数据快速过滤出来 轻松管理和分析您的数据 加入我们的Excel 入门与用字资料清理三秒课程 将让您掌握更多专业的数据整理技巧 提高在工作和生活中的数据处理效率 快来加入我们吧 首先请各位先打开Chrome浏览器 接下来在网址的地方 输入去TTPs 冒号斜线斜线 我现在给你这个档案 等一下你打开 你按重新整理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那个路径你要重新设定 这样了解吗 你的来源资料是需要重新设定的 它本来它记录的是我这台电脑 应该是使用者底下的 C点底下的一个使用者的下载 好了 请你们点选下载 我点到两次了 就可以关掉了 好麻烦请打开资料 打开档案总管 请打开档案总管的下载 好麻烦请快速点两下 打开这个档案 那现在我们是用开启 就档案的方式来打开 各位应该知道为什么 那接下来我们又要从 因为为了我们上课方便 所以大家都统一用 现在我这个档案 那我们接下来呢 你开启的时候 一定会出现这一个说 小心这是受保护的检视 请点起用编辑 接下来又有一个安全性警告 启用内容 那我们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先来看一下 早上我们已经很清楚的 告诉各位说 档案来源的一个连结 开启档案的方式 已经有别于你 本来使用以下的方法了 好 那我们现在就来观看一下 他的来源路径 你要设定好给他 所以我们现在要先 赶快做附近的一个重新设定 麻烦请各位点资料 以下的检视窗格 这里面是不是有两个查询 一个叫查询1 一个叫查询2 查询1就是销货 查询2就是退货 好 我们快速点两下 这个查询1 开启查询1 好 各位 你有没有发现 这个是我现在开启的是查询1 第一个它就是来源 查询2 它的第一个步骤也是来源 可以吗 就是档案都会有它来源的地方 好 来请点选这个 这个查询1 针对来源 其实我信可能希望你们做的是 好吧 我们还是在很标准的这个地方来修改好了 查询1的来源 快速点两下 来去透过浏览找到你 你自己的电脑 请点选浏览 里面有没有 本机下载 销货 销货 可以吗 你们有没有这个资料夹 应该有 你只要电脑没有重新启动 应该都有 而且我们最近叫是每一个人的电脑名称都一样 都是叫user是不是 好 接下来呢 按了确定 确定 那接下来还有查询2 一样来源 快速点两下 透过浏览 我们去找到 本机下载退货 退货资料夹 确定 接下来这边 其他什么事都不要再做咯 直接点首页 首页的第一个叫做 关闭并套用 我还是要在这强调一下 我们现在在的编辑器 不是e-sale 所以它要关闭编辑器 并且摆入去这个地方 这是哪里 e-sale 可以吗 好 因为等一下我们画完图 我还是要教你按重新整理 你就会发现真的 有现在这样子的一个正确的做法 真的非常重要 2016为什么这样改是绝对有原因的 但我要告诉你哦 你随便去看你们单位 这三年来从来都没有人这样做 因为这三年我们没有开课 所以我也没有来跟你们分享一下这个正确的使用方式 就只能靠你们哦 回去的时候再去跟别人分享一下 好 接下来我们现在就要继续回来讲这边了 刚刚这边还有一个公式没有写 没有加进去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值 这个时候说我如果是空值 那请问你的你的退货款应该是放零吗 不行吧 这样理解吗 你在做资料处理的时候 你不能说好 因为薪资就是别人给你的资料 薪资这边它是一个空值 所以这个人 这个人他就没有加班费计算 没有什么请假的一个扣钱的计算 不行啊 那他这时候他应该放的是什么 他应该放的是空值会最合适 对不对 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吗 因为这些很多金钱的来源都是取自于前面 前面这一个 例如说销售额的一个值的大小 好了 所以我们现在将游标移到这一个 我们是不是要再写一个 如果这一个销售额为零 如果这销售额的值 它是空值 可以吗 如果他这个值 他这个值是空值 这个时候呢 我这边就放空值 所以一样用一个if来去做这件事 所以首先 首先 请你跟着我一起做 选到这等于后面的全部的内容 把它减下 接下来在这里 下入函数 一样我们就用if了 因为早上我们用过if了 所以现在我们就继续用if 假如销售额在这里 而且销售额如果等于数值那当然要计算 其实销售额只有大于零的时候才计算才对 这样可以理解吗 如果销售额 好 如果这销售额等于通值 或者是我们这样改写好不好 我们先这样子 如果这个销售额大于零 请问能不能写等于零 销售额不会有等于零 销售额真的不会有等于零 这个时候如果它大于零 我才做这个计算 可以吗 直接把刚刚剪下来的直接贴进去 那不成立的时候就是 我们来看一下 这样子的结果 这样子的结果 这一格变成是空值 可以吗 我们的Y6变成空值 我要的是这样子的结果 才是正确的 这边我们活页部查询先关掉 那我们现在来观看一下 你有没有发现 早上我们曾经有介绍过一件事 当我垂直卷轴往下移动的时候 它资料表格非常长的情况之下 所以它会把那个ABC的一个代号 全部都隐藏起来 因为那不是栏位名称 这个才是栏位名称 什么 产品ID 对不起应该叫最前面 例如说这个行ID 订单ID 这才是栏位名称 接下来你有没有看到 这些栏位名称会永远固定在最上面 当你今天移到了第一千七百四十七列记录的时候 你还是看得到这个表格的栏位名称 再来请问我们是不是有可能依资料查询 为了方便起见我们以前都是利用上面这个表格功能 而上面这个功能来进行功能的操作 现在不用了你直接在表格这边 我们了不起会使用到排序 好例如说这边行ID的排序 我就直接在这个栏位名称的右边 好来去点选行ID的右边的选择扭 你可以进行从小排到大 那你这时候你去栏质卷轴拉到最上面 你看这边是不是有第一笔第二笔 我们要看到第三笔就不见了 你们可不可以理解这个行ID 它也是有存在的必要性 以方便我们来去查找 我到底有多少资料汇入进来 还有哪些资料有汇入跟没汇入 好这个行ID真的有它存在的必要性 可是一般在做资料的时候 通通不管行ID 再一次强调一下行ID很重要 举例来说我2020年的这个记录编号 我一样进行排序 由小排到大 请问我2021年的退货记录 我应该从第几号开始编 例如说你去看最后2020年12月31号 已经编到1080了 那我接下来是不是如果我要去调出来 第1081笔我就会知道 它一定是2021年的退货 这样了解吗 这个行ID没有人去重视它的存在性 大家只关心P 对不对 真的 你们也是这样子在处理资料吧 才会导致 人的后面就是乱 而且是三个字哦 哪三个字 第一个字已经告诉你们乱 第二个字是什么 第三个字还是乱 由乱的开始 乱的分析 乱的结果 如果我们要去做三选 如果我们要去做三选 请问我这边虽然做三选 假设影片我只想看 这个邮寄方式为一级的 那我以前是不是要去上面找功能 现在不用了 就直接在这边邮寄方式 点选右边这个 往下的三角形按钮 这里我可以直接做筛选 一级 确定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要使用表格的一个重点 那我最后当然每一次都会被同学问 来取消筛选 取消筛选 在这边清除 每一次都会有同学问说 那既然他已经自动做成表格了 我可不可以恢复变成原本的范围 答案是可以的 在表格 你游标放在任何一格里面 接下来在这边资料表工具设计 有看到吗 转换为范围 我不想要操作这件事 因为他真的表格绝对存在一个重要性 只是如果还是坚持要恢复变成原始的 那你就就例如说点这个表格转换为范围 但是当你转换为范围之后 你再点那个资料底下的全部重新整理 要都恢复回来 我做一次给你们看好了 假设你看 我把这个资料全选 我现在是不是全选 全选完毕之后 我是不是点你们 对 不好意思 你们不要做 我的意思是说 当我们今天什么时候 又假设你真的需要使用以前那个 你是要很传统的一个使用方式 那要把表格拿掉 变成原本传统的范围 所以你可以先全选 全选 那全选的快速键是Ctrl加A 接下来全选之后呢 就点资料表工具设计转换为范围 确定就会有很多同学说 那既然已经转换成范围 没有啊 这里面是不是都有存在内景色 绿色白色 对不对 好 你可以再多做清除底下的清除格式 是不是就恢复成原本那个样子了 这一列一样 一样也去做清除格式 是不是又恢复成以下了 你看当你卷轴移下来的时候 它是不是还是ABC 知道如何取消表格的范围就好了 就不请你们做这个动作咯 以上是关于表格的介绍 让你们去了解 你们算 IO 1 3 4 4 7